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片 撒旦的奴隶 影片一开场 已经病悟高慌的过气歌星 炮灰婶正躺在床上见经 祈求心狠手辣的撒旦 不要让自己领害坏 炮灰婶这病啊 就是个无底洞 一时半会儿是 治不好也死不了 把本就不怎么赋予的家 炸得是一干二净 眼瞅着家里要断粮了 炮灰婶的大闺女 来到长城公司 想打听打听公司 是否还拖欠她妈咪的摆睡 公司的负责人说 你妈咪当年确实是 风华绝代人见人 她的歌声啊 曾遍布大街小巷 连受废品的都会唱 但今时不从往日 你妈咪的时代 就像肉包子打狗 再也不会有了 大闺女垂头丧气的回到家 把这个坏消息 告诉了她爹地胡子叔 炮灰婶和胡子叔结婚之后 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除了大闺女之外 还有三个儿子 其中最小的儿子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会说话 大闺女正跟胡子叔 聊着的时候 从炮灰婶屋里 突然传来了铃铛声 虽然这炮灰婶 下不了床也说不声话 但胳膊还能动 她要是有什么需要 就会摇晃了铃铛喊人 大闺女来到她妈咪房间 炮灰婶眼睛盯着天花板 在床上哆嗦了一会儿之后 又没动静 胡子叔的妈咪李老太太 虽然腿脚不太立足 但心灵手小 全都那样都难找 胡子叔的二儿子比较懂事 为了贴舞家用 把自己上学用的摩托车都给卖 这家人虽然穷 但相亲相爱也气了容容 到了后闻夜 大闺女突然听到 从她妈咪房间传来了铃铛声 她走进房间一看 吓得是花子乱颤 听到动静的胡子叔 急忙跑进了房间 说很遗憾了 你妈咪已经领了喝汗了 在炮灰婶的葬礼上 教掌的儿子大眼哥 对大闺女一见钟情 不过这个哥们 属于在错误的时间遇见的错误人 炮灰婶这一次 胡子叔如释重复 高兴 这吃饭也有味的 说话也有劲 心情非常的好 喜悦之情是抑郁也渺 胡子叔说 你妈咪病了三年 咱家欠了一屁股的战亚 我得抓紧时间出去打工挣钱 二儿子说打工可以 但不许把后妈带回家 胡子叔说 爱情这玩意儿是可遇不可求啊 随缘吧 到了后闻夜 二儿子正在听收音机的时候 突然听到 从他妈咪的房间 传出了那熟悉的领导手 这哥们捏手捏脚 来到他妈咪房间一看 诡异的一幕出现 二儿子一看大事不好 磨头就跑了 这胡子叔家里 有一口大水井 黑乌隆隆深不可测 哎呀 这种道具的设计 明显是不还好意啊 看来一会儿 肯定得有人掉进去 三小子正在看图片的时候 他妈咪炮灰式团出现 把这哥们吓得当下 就是猛的一颤 到了后闻夜 在那边空虚 寂寞冷的炮灰式 又出来吓唬他的孩子 刚刚撒完尿的 三小子的小正态 很快又被吓尿 为了防止 抛灰式再瞎着他 二儿子把他妈咪的梳子 和铃铛埋在了坟里 说妈咪 既然已经交了翻票了 就别再吓唬闹 教长的儿子大尔哥说 那天在你妈咪的葬礼上 还有在你家的窗户前面 我看到了一个女人 跟你妈咪长得是一模一样 凭我的经验判断 这孙子应该就是 之前附在你妈咪身上的鞋铛 你们得赶快搬家 不然凶多吉祥 到时候已给跑了 大闺女回到家 突然发现他奶奶 李老太太 调经理交了翻票 把三小子当时就想想 大闺女在整理 奶奶的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封奶奶 写给老乡好张大爷的信 转过天 大闺女坐着 大眼搁的摩托车 找到了释怀高人张大爷 张大爷说 我跟你奶奶可是发小 关系非常的好 可惜我们俩是有缘无分的 你奶奶嫁给了你爷爷 生下了你别 你妈咪跟你爹地结婚之后 一直怀不上孩子 后来求神拜佛才怀上了你 三年前你妈咪得了怪病之后 你奶奶怀疑你妈咪当年 并不是求神拜佛得来的孩子 而是求的撒旦 大闺女说 什么撒旦鸭蛋送花蛋 全是仙撒旦 张大爷说 这个世界很奇妙 总会有你想不到 张大爷说着 把一本杂志递给了大闺女 说这里边有我写的一篇文章 专门介绍大反卖撒旦 你好好看 由于大闺女不信邪 因此张大爷写的这篇文章 他根本就没看 二儿子说 张大爷写的这篇文章 我看了 标题叫做 揭开崇拜恶魔的邪教生育团体 非常震撼 文章里说 凡是结婚多年 一直怀不上孩子 只要加入这种崇拜撒旦的邪教 很快就能怀孕 大闺女说 这不挺好 管她黑猫白猫的 逮住耗子就是好猫 二儿子说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据说每一个女人 最后生的那个孩子 等到满七岁的时候 必须成为祭品 献给撒旦 咱四个的年龄 都相差六岁 这就说明 咱妈咪为了不让 自己的孩子献给撒旦 在最后一个孩子 七岁之前 就会再生一个 咱妈咪之所以得了怪病 估计是撒旦 看出了咱妈咪 在跟他耍鸡木鬼机 所以才让他狗的屁 咱小弟再有三天 可就满七岁了 不过张大爷这篇文章里说 只有家人放弃了这个孩子 撒旦才会派 活死人把他带走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团结 大闺女正在 给小正太做饭的时候 奶奶李老太太的 归影突然出现 可把大闺女吓得不心 急忙请来了教长王德白 王德白屋里屋外 瞎学梦了一遍 可什么也没发现 王德白说 你们只有每天 向真主虔诚的祷告 才不会交干票 心诚则灵啊 呼怒人可不信 听了王德白的话 大闺女是毛色动感 换好衣服就开始祷告 可这每天祷告的人那么多 这真主也忙不来呀 家长这姐妹 也不是那么的虔诚 所以这次的祷告 与其说是去魔 还不如是招魂的 把大闺女吓得是屁股尿流 急忙呆着三个弟弟 跑到了王德白家避风头 二儿子说 张大爷的文章里 还特别的提到 这些加入邪教的女人们 都不是受惊于他们的老公 大闺女说那是谁啊 二儿子说 都是邪教里的男性成员 你有没有发现 一个奇怪的现象 咱姐弟四个长得都不一样 哎呀 真是细思空极啊 那画面想想都干叹 这个时候 大眼哥接到了张大爷的家 他急忙骑着摩托车 来到了张大爷家 张大爷说 这是我刚写好的文章 你务必要拿给大闺女看 大眼哥在回家的途中 撒旦突然一发工 这哥们的戏本就差了轻了 到了晚上 在外地打工的胡子叔 回到他家 听了孩子们的讲述 胡子叔决定 第二天带着孩子 搬到城里去住 撒旦一看 这家人要跑大门干嘛 于是便开始出来捣乱 其实仔细想想啊 这事也不能验撒旦 当初说好了 怀孕之后 拿最小的孩子先机 是炮灰时 首先撕毁的协议 那撒旦能不来气 心想我这么大一魔鬼 连上帝都在给我三分保密 你们人类竟敢拿我开船 这不扯大吗 第二天一早 一家人开始收拾东西了 可预订好的汽车 一直到晚上都没来 大闺女打开张大爷 那篇文章一看呢 当时就吓尿了 新文章的标题 叫做撒旦遍布子民的远大计划 这篇文章 推翻了他之前的说 那个七岁被带走的孩子 并不是为了给撒旦先机 这孩子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撒旦的后裔 零点之后 小正太刚好七岁 撒旦一看 这家人还不交出孩子 于是便派出 活此人军团发起了总工 来胡子书家串门的教掌 王子白首当其冲 戏份很快就上了清了 被邪灵附身的炮灰使 则带走了撒旦的儿子小正太 眼瞅着一家人要领盒饭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张大爷神奇般的出现了 一年后 胡子书和三个孩子 虽然已经在城里干了新家 但撒旦并没有放过他 派了两个信徒 住在了胡子家的隔壁 不知道要搞什么阴谋鬼计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汤匙压酒嘛 四个孩子都挺棒 长得一点都不像 最悲催是胡子书 绿帽带的不重样